封王蛋上分季第六天 不知道你们发现这里没有 这里有一个游泳池 但是这里有个游泳圈 当我们怎么跳都跳不上这个游泳圈的时候 你会发现 突然又能跳上去 但是跳上去之后 我们怎么都不能把这个游泳圈带到身上 就是为啥呢 好的兄弟姐妹们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现在的平盖有18000多了 那我们就来个十两抽吧 看看今天我的欧气值到底怎么样了 觉得雕过能抽的好东西的 请来一波111 如果不能抽的好东西的 请来一波666 接下来咱们飞我不多 直接十两抽走起 就抽到这些 兄弟姐妹们 你觉得我抽到什么好东西没有了 没事没事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金币十两抽 目前有十颗金币 那么问题来了 觉得雕过能抽的好东西的 请来一波111 觉得不能抽的好东西的 来一波22 接下来金币十两抽 直接走起 有一个果味奶嘴糖 这算算好东西了 觉得这是的 给雕过来一波116吧 那接下来看看剩下的游臂好东西了 呃 好吧好吧 你们觉得雕过这其中抽的好东西没有啊 至于最后的话就开启我们的上分季第六天了 兄弟姐妹们 你觉得今天雕过能否上分成功了 来吧 看看第一个关卡 都都转转 这个关卡的话还是第一次玩哈 感觉还不错哈 就是要穿越这些障碍物然后到达对面 这对于雕过来说肯定是非常简单的 好好好经过最后的努力本来拿到第一名的 但是最后啦也自然拿一个超过记录的名字 没关系接下来开启第二关叫做弹幕战场 而这关的话就是躲避这些激光弹 如果有机会的话制造一点麻烦把这些对手给弄下去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想起办法都没问题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躲避这个激光弹 经过最后的折腾哈我这里直接撞 好的咱们坚持过关了漂亮 紧接着就是第三关了叫做舞台追光 说实话这个关卡我真正是有点障碍的火山摸不到头脑 我们必须追这个光做一个追光人 然后如果说你离开光圈之后就没有分数 这些都有各种障碍物但是咱们都得避免 因为我们必须追上这套光 因为这才是光之力量会给我们加分数的 经过最后的坚持哈我终于从这个0分到达了50分啊 成功过关闯过记录 至于最后就剩下这个终极挑战关卡 躲遍了舞台了 然后规矩还是带上我们的无敌技能 好了最后的挑战关卡开始上演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躲避这个激光 还就是躲避这个变红的木板 防止掉下去 我们也可以捡道具把这些对手给搞定 在最后啦 这个对手不小心踩着这个跳板 直接跳了下去我这边也成功 拿下冠军成功啦 只不过最后掌心怎么只涨三颗啊 我平时是涨四颗你这也太酷了吧